通常情况下,密度大的物体总是会下沉到密度更低物体的底部,比如在水中扔一块砖头,砖肯定会下沉,在水里低一层油,油会浮于水的表面。 而法国巴黎大学的团队却成功让0.5升的硅油悬浮在了空气的上方,并且让一艘模型船以上下颠倒的方式在液体下方漂浮。 这幅奇景,不知道牛顿和阿基米德会是什么想法,那这种反常识的现象是如何实现的呢? 其中的秘诀就是垂直振动。这种通过振动在原本无法保持平衡的位置获得平衡的方式,其实早有报道。 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上世纪发现的一类装置卡皮茶柏。 在静止状态下,小球是很难在高点维持平衡的,因为任何扰动都会让它不可逆地离开平衡位置,但施加核式的振动后,小球就能在高点保持平衡。 这个现象在1951年由前苏联物理学家卡皮茶给出了解释,因此就以它的名字得到了命名。 与卡皮茶柏相似,通过垂直方向持续施加100赫兹或更高频的振动,就能让液体漂浮在密度小得多的气体上方。 在这样的实验中,施加振动的频率与悬浮液体的量相关,体积越大的液体需要更高频率的振动,但这也不意味着频率能无节制地增加。 它受到另一个物理现象制约,也就是法拉第的不稳定性,即对于液体而言,频率超过一定值就会形成一定的图案,从而不再连续空气就会泄漏。 这也是巴黎大学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硅油的原因,年度越大,出现法拉第不稳定性需要的频率也就越高。 基于此,将有机玻璃容器放在振荡器上,通过长针头将空气注入到硅油液体底部,随着施加垂直方向的高频振动,液体就会逐渐悬浮起来。 类似操作,甚至还可以实现两层相互独立的悬浮液体。 实现了液体悬浮后,团队就展开了更多的实验,比如将模型船放到悬浮的液体上,可以看到,实验中悬浮体上方的小船是一种很正常的姿态, 船舱在下,船帆在上。但在悬浮液体下方的小船,则是船舱在上,船帆在下。 这也就意味着,漂浮在悬浮液体下方的小船,依然服从阿基米德浮力原理,这个浮力也是向上的。 这其实源于液体通过持续振动,像压缩弹簧一样压缩空气柱这个过程,所产生的平均结果。 这个动态效应为液体下方漂浮的物体提供了一种动态的稳定机制, 从而克服了静态实能的不利因素,使其保持平衡。